你好 欢迎收看4月2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 为了让学校快速的应对 可能面临突发的停班状况 花联县府教育处22号办理了 全县国小线上教学的演练 期盼协助教师们 运用线上数位学习资源的平台 等各项的教学工具 维护学生的权益 使学习不致中断 花联县府教育处表示 花联县已经做好了停课不停学的超前部署规划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让学校单位能快速应对 可能面临停课状况 居家学习不中断成为重要课题 为此花联县府医教育部 线上课程教学与学习参考指引 分别在3月底和4月中 渐渐安排直播线上教学示范 而22日则扩大办理全县国小共同演练 透过英才网等线上教学平台 协助教师远距教学规划 以确保学生受教权益 如果说个别有班级停班的状况 那学校会利用他学校既有的设备 还提供给资源 那同时中华电信还有一些民营的电信业者 也有提供4G的网路卡 给学生在家里没有网路的情况做使用 那如果说有全校停课 不足使用的状况 那教育处这边也有一些漂移的设备 可以提供给学校做使用 那另外其他的学校也会做资源 那如果真的发现全线都停课的状况的时候 那如果有不足的情况之下 那基本上可以从外线制来做调度 那因为目前为止 因为自己学习为主 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鼓励使用笔记型电脑 或是说用Pay的部分 那真的如果发现有身份不足的部分 我们退步可以使用到手机 现在测试比试 其实这是下一个阶段 那因为我们现在教育处也正在研理我们要做线上的月段考的一个评量系统 那我们最近都会在建制这样的系统 那不见得感到这次的疫情 但是我发现在做这样的准备 基本上我们会这样强力在退线上教育 就是我们希望说 只要有停课发生的时候学习是不中断的 所以不管说他是参加会考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他不会中断 虽然说教育部并不强迫就一定要进行线上的教学 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都有这样的能力 真的发生我们有停课情形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不要有停课的状况 能够在家做线上教学的学习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我们很荣幸 也让教育部非常非常重视 选定花莲县为全国第一个同一时间 线上远端教学的示范线 所以在这里我相信中央能看到地方政府的用心 教育部在4月7日宣布全国各级学校 禁用视讯软体Room 花莲县府教育处改与Google Hangout Meet 无缝接轨进行各项线上教育训练 避免自安疑虑 本次演练重点在检视老师如何善用及熟悉线上教学工具与学生互动 配合花莲青师生平台 整合许多网络教育学习资源 如自音自行网 花莲县书法学习网 教育部英才网等工具 期盼让学生在家中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 运用科技的力量 让停课期间的学习不中断 记者蒋邦彦华联师报导